Hello everybody,我是brody 又来到我们的穿搭视频 这些视频主要分享的是一些 带有复古元素这样子的穿搭 其实我自己平常穿的一些衣服或多或少 都会带有一点复古的元素 无论是款式上面或是材质上面 比如说是一些经典款型的军大衣、红装裤 又或者说是灯芯绒、格纹等等的一些材质 大家可能近几年都一直在听说 今年会流行复古元素 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感觉已经成了一种比较常态化的东西 那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复古元素 可能就是很经典的东西 经久不衰 所以这里就抛一个问题给大家吧 就当复古元素不断的出现 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之后 它是复古还是流行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也带来几套 稍微带有复古元素这样子的穿搭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觉得渴的话就可可 我觉得不可的话就可不可 那回到衣服上面 这一套呢 其实我之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如果有看我之前视频的话 这一件是Husis的一个棒球夹克 这件夹克跟我自己平常的衣服还蛮搭 而且这个颜色包括它的款式都是 非常美式复古那种感觉 我蛮喜欢的 重点是这件衣服确实挺保暖的 然后再搭配一条原流色的牛仔裤啊 然后再配一双小白鞋带一个Cat帽 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有人就会说 诶 这不就是vibe风吗 vibe这个词 最近好像被人家有种玩坏的感觉 就因为很多人出来讲了说 诶 你懂不懂啊 到底什么是vibe风啊 那vibe风其实这么火 我觉得应该就是去年 国外的知名神尚博主Cat把他给带回 我觉得有很大一个成分 就是因为Cat他有一个阳光帅气的外表 加上他那一双大长腿 还有他那种比较chill的那种生活方式 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效仿 甚至有的会讽刺说 诶 你这个就是一个复制人 根本不是真正的vibe 也包括之前的高阶男孩 机能boy cityboy 还有什么独家男孩 等等等等这些词语 反正每一年就会出现这么几个热词 也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 这时候也会有一些董哥 跳出来现身说法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啊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 如果自己是专业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享一下 就你穿一个风格的衣服 是不是你真正喜欢的 或者说你想不享受 穿这样子风格的一个状态 它是不是代表了你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如果是的话 这就够了 就是我自己喜欢多尝试嘛 所以呢 我就搭配了一条 就很宽松的 比较夸张一点 这样子的灯芯绒裤子啊 然后再把鞋子 帽子这些配件稍微换一下 那可能就会呈现 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如果觉得 牛仔布也比较可的 Q1啊 你觉得灯芯绒比较可的话 就Q2 那接下来第二套呢 我觉得它的复古元素也蛮多的 这一套呢 是我之前在上海SC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位博主 铁锤穿的那一套 Be Water的衣服 那这一件上面呢 它就是千鸟格组成的这种条纹 隔壁呢 之后有点空隙 也就变成这种隔纹的感觉 那除了这件衣服上面 这种千鸟格隔纹 看上去比较复古之外呢 它这件衣服用的是 笛棉加上羊毛混纺 这样的一个材质 你细看 这上面是有点磨毛效果的 就这种复古的感觉 又更进一步 这件衣服还做了一些 我觉得蛮不错的设计啊 就前面这些装饰的条 包括上面这个钮扣 是有那种纹理的 有点像牛角书的那种感觉啊 包括它这个风情口袋 就显得更有立体感一些 后面呢它有两条装饰条 它不是说外面搭了一个马甲 或者说怎么样子啊 它仅仅就是一个装饰条 那里面是缝合在一起的 但是从背面上看上去 就还蛮好看的 下摆的位置呢 也做了一个开叉 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啊 就两边都有一个拉链的这个地方 你平常穿衣服的时候 如果中间拉上的话 你也可以把侧面给拉开 露出里面的衣服 显得有层次感一些 又是一个小心机 还有一件我是蛮喜欢的外套 就是这件千鸟格拼接的姚立荣外套 在网上看到图片的时候呢 它这件姚立荣外套是穿在这个千鸟格外套里面的 刚开始我以为它是这件外套的一个内版 但没想到它是完全独立的一个设计的 就可以单独作为一件外套来穿着 那除了我们看到上面有拼接这个设计之外呢 它下面这个拉链的口袋呢 是有一个裁剪 就显得有一点装饰过的立体感 而下摆一样有一个开叉在这里 就两件如果叠在一起穿的话 就是差中差 打开衣服里面呢 跟刚刚那件外套呢 是用了一个棉布的内领 那我们都知道像姚立荣啊 杨高龙这件外套呢 是很为起静电的 那有了这一层在里面的话 穿起来就会好一点 这边呢 还有一个千鸟格这种布料的一个内兜 这个地方 就可以放一点 就比较贵重的东西在这里 像我这边的天气呢 两件外套就可以换着穿 去到一些比较冷一点的地方呢 就叠在一起穿 裤子方面呢 我一样是搭配了他们家一条深棕色的西裤啊 这条深棕色的西裤呢 也是直筒的这样子的一个版型 和前面一样有一个立体褶皱啊 这样子显得你穿起来就会有立体感一些 背面的话呢 用的是一个不对称口袋的设计啊 就一个竖叉头一个带盖子的 然后上面这些扭扣呢 用的都是这种木质的扭扣 有古色古香的一个味道啊 它这个料子是一个厚薄适中的这样的一个料子 我觉得在南方的话 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垂脆感还满足的 像这样子的西裤呢 是非常修腿型的 无论你是什么腿型的人 就穿上这样子的西裤呢 都会显得你腿型还蛮好看的 那这套衣服的这个搭配呢 就是我搭了一双HOKA嘛 因为它都是比较复古的一些元素 HOKA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元素 我把它结合到一起 最后呢 我是搭配了一顶格文的渔夫帽 这个渔夫帽还蛮有意思的 就生意上新开了一家classical 这个专门卖帽子的一个店铺 我在他们店铺里看到这个帽子 哇 跟这件衣服无比的搭 戴上去感觉还蛮好看的 而且它是两面用的 另外一面呢 这是任志文的 就可以变成米白色 就不想太花 然后你可以戴这一面 里面呢 露出这个格子 一样也是可以跟这一身的搭配 去呼应上的 那Bewater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牌 他们主打的是日系简约复古 这样子的风格 感觉上是蛮用心在做的 从他们的设计用料做工上面 都可以看出来 第三套呢 说到这种复古啊 或者说轻复古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怎么能少得了学院风格 像这样子的针织开山 其实也是蛮有代表性 我自己最近也有在穿 这一件呢是Aude Dorsi的一件 拼接颜色的这样的针织开山 主要是它的这两个颜色拼接呢 我觉得比较好搭一些 就下半身搭配卡吉库 这个颜色又能呼应上 那这一套衣服呢 我里面因为穿了一件衬衫 所以我想再搭配一个礼帽 这样子可能感觉会协调一点 那如果里面穿的是圆领卫衣 或者说T恤的话呢 你也可以搭配Cat帽 那鞋子上面呢 搭了一双Wallabe 其实这个鞋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搭 我强烈安利给大家 或者说穿马丁靴 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整体这样子看起来 就有内容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种学院风 或者Ivy一点的这种穿着 比较少就喜欢 但其实现在一些品牌 除了像开山 或者说比较学院风 这样子的一些单品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 我们亚洲人身材的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快速竞胜到我们的第四套 我觉得每个男人 都应该有一件长款的大衣 这件呢 是Binx的一件长款大衣 挂在衣架上 我是觉得 这怎么有点像床单 等我自己上身之后呢 它挺好看的 难道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在加持吗 开个玩笑 那像这样子的大衣 我觉得在里面 穿的这种可能性 就非常非常多啦 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穿高领衫 或者说是连帽卫衣 像高领衫呢 看上去就比较有气质一点 就有我爸的那种感觉 那穿连帽卫衣呢 就会打破这种长款大衣的成熟感 或者说严肃的感觉 就变得比较有少年感一些 那下半身我搭配的是一条 L1Mate的一条黑色西裤 这条西裤是比较薄一点的 那如果冬天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选一些厚一点的西裤 那鞋子上面呢 我选的是一双 D-Bound的黑白色的70S 就颜色上保持统一嘛 因为我也不想穿像皮鞋 或者说穿其他鞋子 这么的公式的话 帽子方面呢 搭配的Classico的渔夫帽 这件长款的大衣 整个格子是面积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不想显得太花哨 所以呢就带了黑色这一面 但是呢当你一抬头一转身 你就会发现 你里面一样是有格纹的 又跟这件格子外套 稍微做了一点小呼应 那话说回来 像这样子的长款大衣 是搭配的可能性还蛮多的 就好比我刚刚说的 穿一个脸帽的卫衣 然后下面搭一条卫裤 穿一双运动鞋 再搭配这个渔夫帽 一样也是成立的 无非就是你选择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长款大衣的长度 跟你的身高的这个协调性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子的长款大衣 那如果有的话 你会更倾向于我说的 就是我这种穿搭呢 还是说你可以搭配运动风一点 去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穿搭 欢迎也在评论 或者说弹幕分享给我 来到最后压轴的一套 又回到我自己个人 平时接触比较多的一个风格 工装的话就有很多经典的元素在里面 这次呢我就拎几个出来 第一个就是这条均绿色的背带裤 其实它下面呢 更倾向于是一个P44这样的均货的一个版型 整体是比较宽松的 像这样子的背带裤 其实是可以搭的很有造型感 那我上半身呢 穿的是热忱的一件滑肤格的长梯 那滑肤格其实也是非常复古的一个元素嘛 这一套的外面呢 不知道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啊 其实这一件呢 就是小弟自己做的 common comb的一件 盗袍领的牛仔夹克 没有错 它是牛仔夹克 因为有的朋友会问 诶 它怎么没有盗袍这么宽松 但其实本身设计的初衷 它就是一件牛仔夹克的版型 只不过我个人对盗袍 还蛮情有独钟的 所以就做了一个盗袍的电影制 那正面呢 就是一个四口袋的设计嘛 下面这两个拼接的口袋的 跟这个盗袍的领子的 同样的是一个鞋纹的棉布啊 然后这件牛仔夹克用的是一个 比较重洗水的工艺啊 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牛仔的洗水效果 包括它原本这些橄榄绿的地方 系成这样子的 这种浅绿色或是草绿色啊 看上去 诶 这件衣服还有点像骨骢啊 那这一套搭配在一起呢 就是这种复古工装内论 那鞋子方面呢 当然就是工装有必备的 New Balance 其他的配饰方面呢 我就是为了跟这件 底面橙色的内搭呼应上 所以我戴了一个橙色的礼帽 还有一双橙色的袜子 整体看上去 我觉得也是ok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了 ok 那么以上这五套呢 就是这些视频给大家分享的 带有复古元素这样子的穿搭 我也不称它是一个 复古穿搭分享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除了有复古的元素之外 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加进来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 而不仅仅说copy爷爷 或者说爸爸这样子的穿搭 不过稍微copy下来也无妨 大家想不想看呢 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扣一波一样 有机会给大家安排上 ok 那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还没有关注朋友 关注一下交友朋友 下次再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穿搭 拜拜